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相传为释迦牟尼佛承愿再来 随晨时代 大师见临海渔民 补鱼杀生 大起慈悲 以趁师买临海渔户一所作放生池 兼为渔民讲经说法 渔民文法后全都改行转业 好生从善 并献临海江户梁六十三所 达三四百余里 全部作为放生池 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大规模放生 所救活的悟命数以亿万计 现在的西湖 就是大师当年所创的古放生池 永明大师 永明大师相传为阿弥陀佛 慈悲视线 五代时 大师为渔坑县库吏 常常因救急以国库的钱 买渔虾等悟命放生 后来因为坚守自造罪 被判死刑 行刑之前 大师态度从容 面不改色 面不改色 国王很奇怪 便询问他缘由 大师回答 我因为放生 救活的生命数以千万 趁此功德 正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能不欢喜呢 国王尊重大师德行 便释放了他 大师自此出家为僧 念佛修行 得道正果 后世尊为连宗六祖 惠能大师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 自得五祖 红忍大师黄梅心印之后 为了躲避同门兄弟的迫害 逃亡江南 隐姓埋名 乔庄平民 隐居于猎户群中 猎人交代大师守网 大师慈悲为怀 见被勤被抓的狼章 鹿兔等等猎物 莫不设法为之放生 这样的放生放了十六年 救活的悟命不可胜数 并且感动了猎户 放下徒刀 改行向善 后大师做曹西道场 大兴禅宗 道波神中 寒山大师 实德大师 寒山大师相传为文殊菩萨示现 实德大师相传为 普贤菩萨示现 寒山问实德 放生可成佛佛 答曰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人能救悟之苦 即能成就诸佛心愿意 故一念慈悲 就一悟命 是一念观世音 日日放生 则慈悲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入 观世音大慈悲海矣 我心极是佛心 焉得不成佛乎 故知放生因缘 非小善之所能比 凡我同愿 以广行劝勉 善令群生同归悲话 梁武帝问志功禅师 放生功德如何 答曰 放生功德不可限量 精云 蠢动寒灵 皆有佛性 只因迷忘因缘 遂时生辰个别 以致生死轮回 互为六亲眷属 改头换面不复相识 若能发习舍心 弃慈悲念 赎命放生者 现世宝病延生 未来当正菩提 佛印禅师 佛印禅师有首祭语说 坍塌一轮 轮还他 古圣牛言中不尾 戒杀念佛兼放生 绝道西方上品会 莲池大师 明朝莲池大师 从小就喜欢放生 出家后 并与长寿 上方二处 立放生池 著有戒杀放生文 普劝诗人 戒杀放生 并有莲池大师 放生图解传世 图文并茂 殷勤恳切地告诫世人 因果报应的真理 以及古今 立立杀生恶暴 放生善暴的诸多感应实证 后世尊为连宗八祖 戒杀之众 善神守护 灾恨消除 受算绵长 子孙贤孝 吉祥种种 难可拒尘 若更随力放生 加持念佛 不但增重福德 必当随愿往生 永托轮回 入不退地